张凤云65岁 丧傲 四平市燕厂退休 退休金23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0平米 我们到了 叔叔 来 进屋 进屋 我介绍一下 吕广林 我吕叔 张凤云 我张义 喝啥 喝啥 你好 你老板做钱呢 四十五年吧 给奶奶当委屋退休的 能存 我说开老板你能够 不够啊 我这回合啥能存的 我给能存的 我给买个房子 买个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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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四五年 你约有过四年了 大 都不够 我还想大能处还开始饱呢 我现在退休了嘛 退休 约花两千多钱 儿女的自个儿过 我自己 亲亲的男女 我结婚就没老爷们就死了 我说这一辈子就自个儿 把她养大了 要受仇的就下半了 你挺苦 那你就找个儿子支持你吗 我现在找我儿子 特别支持我 听到张怡说 儿子支持母亲再找了一半 在这一点上 吕叔算是放心了 但随后 他又生出个担心来 而有啥说啥的吕叔 也直接说了出来 我说了 我啥是一小时候的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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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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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吕淑住在公珠岭 张仪家住在四平 两个城市离得近 车也方便 对此两人都觉得很是满意 而且看得出来 张仪是个爽快人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点更是让吕淑对张仪好感倍增 而直性子的吕淑也不绕弯了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前一年吧 就四五千 我那房租上 可能在花家都会这样出 穿衣人 你可以穿个人别 我个穿个个的 我自己卖 你不管 我不管 你管吃饭呗 管吃饭 我吃不起的 吃起饭了我就不去上家吃 那我到你家来就是管吃饭 啥不管的 啥不管的 还管啥 还给你看点点 看啥 钱呢 还得够啥钱呢 月够多钱呢 看不给一百的吗 还不给一百的 几百的吗 给一百的 说轻书嘞 我少说 五十五千 一个月 这你给一千得了呗 大方的 我发给毛了 干麻酱吧 今天少玩这 我说哪玩的 我不认识 这咋 到这会儿你都玩麻酱了 都记了 书记了 还记不住了 咋记不住呢 有你的人啊 我还记不住 我考虑 打麻酱 我自己就不玩了 不玩了 我有家了 有人陪伴了 你还没想到 你跟老头儿去玩 一把 溜都去呗 说三餐操舌 溜都去呗 那 hora就回来 都看见是 是不是 做了啥吃的 一天过去了 张一说打麻将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但是以后要是有了老伴 自己有的是忙活的 哪还用得着打麻将啊 听到张一这么说 吕叔倒也相信了 毕竟两个人的日子 确实是比一个人要有意思的多啊 这两个人一个视频 我无聊 这两个人都给电话 就觉得出话 就跑来也去不了 我去到这边也去不了 那我要是去 我要是干啥的话 我上家待两天呗 是不是 那两个事呢 上家待两天 就得忽然老爷 你听他说这个 到过多点咋嘞 你不在这都得 你家人我实也多 你最为我做一个 你看我的眼咋样吧 对于满意不满意吧 不要的 对最是最不要的 满意 满意啊 那就行了 给叔叔抱一个粉 都一年了 连红色的粉 这两个事还很好呀 咱就有一说一有二说 说说笑笑 热热闹闹 老了身边最难得的 不就是有一个跟自己 唠唠嗑姐姐闷儿的人吗 张姨的出现 就像一条小溪 流进了吕淑的心里 给她的生活 带来了丝丝的甜意 我们也祝愿她们 能够携手相伴 幸福永远